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会用一句话来宽慰自己 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这句话还引出了一句古话 生亡有命富贵在天 说的就是人的一生早在出生的时候就已经被安排好了 该是你的就是你的 不是你的强求不来 有一个青年20岁时因为没有饭吃而饿死了 阎王从生死簿上查出 这个青年应该有60岁的年寿 他一生会有一千两黄金的福报 不应该这么年轻就饿死 阎王心想 会不会财神把这笔钱贪污掉了呢 于是把财神叫来质问 财神说 我看这个人命里的文才不错 如果写文章一定会发达 所以把一千两黄金交给文曲星了 阎王又把文曲星叫来问 文曲星说 这个人虽然有文才 但是生性好动 恐怕不能在文章上发达 我看他武略也不错 如果走五行会叫有前途 就把一千两黄金交给吴曲星了 阎王再把吴曲星叫来问 吴曲星说 这个人虽然文才武略都不错 却非常懒惰 我怕不论从文从武都不容易送给他 只好把一千两黄金交给土地公了 阎王再把土地公叫来 土地公说 这个人实在是太懒了 我怕他拿不到黄金 所以把黄金埋在他父亲从前栽种的田地里 从家门口出来 如果他肯挖一锄头就挖到黄金了 可惜他的父亲去世后 他从来没有挖一锄头 就那样活活饿死 最后阎王盼了活该 然后把一千两黄金充公了 一 命运 命里一尺难求一丈 老俗话颇有道理 没有必要做无谓的抗争 老天爷早为你安排好了一切 该啥样就啥样了 二 金钱 身外之物撑不着饿不死就得 大不了他吃好的 我吃咸菜一样管饱 无非是他穿好的 我穿差的 照样暖和 三 地位 那东西跟我根本扯不上 他做他的达官贵人 我做我的平民百姓 像小片里说的 最终的归宿不都是那个小匣子吗 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 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只要合法 能干什么就干什么 口袋没钱不丢人 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事 千万别干 四 婚姻 破锅自有破锅盖 啥人自有啥人爱 当初坚定的要嫁他 就一定有嫁他的理由 现在嘛 闭一只眼 五 家庭 几个不和谐的音符被巧妙的凑到一块 没准能奏出异常优美的乐章 那看你怎么欣赏了 反正演奏者是乐在其中 六 朋友 想离开你的不必强求 求回来的也许是一个小人 真正交心的也不用天天打电话联系 只要对方有事 一声招呼随叫随到 两肋插刀就OK了 七 孩子 是上天赐给你的一张存单 当然不是你的账户 密码也未知 你就只管往里存 什么时候可以取出来享受 那得看他的主人了 别指望就当奉献了 八 父母 他们是为我立账户的人 虽然他们没想过要收回成本 但现在也该是我们加倍奉还的时候了 也许直到他们离我远去都还是还不清 学会自己哄自己开心 周围的人也就心平气和了 回头看看 我开车还有骑车的呢 我骑车还有走路的呢 我走路还有主拐的呢 我主拐还有没腿的呢 我没腿还有没命的呢 人生在世几十年 无论你活着时是皇帝还是乞丐 最终不还是归于一堆黄土吗 也许你做不了官 但你肯定会做人 也许你缺少钱 但你肯定很富足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为大家今天带来的内容 感谢收看 欢迎转发 点赞